店員埋著頭不斷烤麵包 手完全停不下來 另一頭的同伴也沒閒著 把麵包夾進袋子裡 包到手軟 看著韓粉驚人消費力 趙市會長旁百貨公司裡頭的麵包店 也特地到門口擺攤 業績搶搶滾 這名素食店也加入擺攤的戰場 除了必備的炸雞薯條 這種炎熱天氣 來上一罐冰鎮可樂更是小暑 光是一天就能賣到上千罐 給我一家女生的 三千塊錢不夠 還有這家專門賣千層酥的攤販 同樣靠著韓粉的加持 賣得嚇嚇叫 看著冰糖業績 應該有超出五到十倍吧 天氣真的很熱 溫度高達三十二度 只要有冷氣的地方 就是人潮保證 冰店 服飾店 甚至是整座的手扶梯 滿滿都是韓粉 趁著造勢活動開始前 到百貨公司吹吹冷氣降溫 同時也帶來驚人的消費力 不論是攤商或是店家 都藉著韓流發大財 記者成員王一超 張志凱 台中報道